480p能不能变4K 你以为这是玄学 这款工具把模糊到妈都不认识的视频 硬时拉到了超高清 连背景机上的小草都能数清楚 但问题是它真的对所有视频都有效吗 有没有翻车有没有坑 今天就不藏私一口气帮你实测 点好订阅收藏赞 我们马上发车 今天我要介绍一款最强的修复影片 画质神器 Hippo VB 它招门用来修复影片的各种bug 画质模糊 一键变清晰 解析度太低 升级到4K都没问题 浮水印破图打不开的影片 通通能救 只要点几下 画质直接飞升 影片从橡皮变大片 你知道现在爆红的AI影片 很多都是通过这些工具生成的吗 像是Sora Runway Clink Pika VD.io 这些影片看起来很厉害 但生成出来的文件 解析度超低 只有480p 画面糊成一片 帧绿低 卡顿 还带着一排水印 有些甚至导出后根本打不开 这种品质能直接上片吗 会不会笑死吧 今天我们挑选了几只超低解析度的影片 就让它们见证奇迹的发声 用Hitball Wikipedia 轻松帮你解决问题 如果你还没下载它 快去官网领个下载链接 别再浪费时间看马赛克般的画面了 启动Wikipedia后 选择你那颗受伤的影片 一键升级 选择1080p 2K 或者给它来个4K 让视频直接飞升 没错 你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剪辑经验 按下导出键影片秒变高清 怎么样 效果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 简直就是从橡皮变大片 满意 就足水印 更新影片总是贴心的送上一份浮水印礼物 真是又爱又恨 不过别担心 启动Wikipedia 点开去浮水印功能 哇 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魔法窗口 然后直接上传你那段被浮水印宠坏的影片 框住你想去掉的水印位置 最后点击导出 别眨眼 它马上就好 影片瞬间变得干净利落 就像刚洗过澡一样清爽 就连浮水印都不敢跟它待在一起 有些影片打不开 一直跳格或画面炸裂 HitPow Wikipedia 也能快速修复 让影片重新顺步 无需重做 包括人脸修复 动画修复 还有让我们头疼的旧影片卡顿 总之 旧影片就靠它了 你可能会问 用这么多功能有什么实际好处 影片画质全面升级 看起来更专业 直接提高观看率 订阅数 转发量 支持批次处理 十部影片一起拖进去 一键修好 操作简单 不用剪辑经验 不用逐针慢慢修 新手也能直接出大片 总结 只要用HitPow Wikipedia 你就能把模糊影片 升级到高清甚至4K 去除水印 杂物还你干净画面 修复无法播放画面卡顿 影片失真 通通搞定 只有画质够好 观众才会留下来 还在忍受模糊影片 现在马上把影片丢进Wikipedia 试一次你就知道 好了 今天的实测就到这里 AI影片的魅力在于创意 但观众愿不愿意留下来 全看画质够不够硬 Kipow Wikipedia就是那个能让你作品 瞬间翻红的秘密武器 模糊变高清 水印全秒杀 卡顿直接救活 如果你也不想让辛辛苦苦做的 AI影片因为画质被埋没 那就别等了 赶快丢进Wikipedia试试 感受一下4877秒变4K的快感 别忘了点赞订阅 开小铃铛 我会持续实测更多AI神器 让你的影片直接起飞